这是日本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演出情况 在去年日本京都居高校管乐队来台参与国庆日表演掀起一波热潮后 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年特别邀请成立61年 由翡翠骑士称号 曾获得2022年日本行进吹奏乐 全国大会金赏的龙大二高吹奏乐部参加国庆盛会 开场则由刚拿下美国世界行进管乐大赛亚军 及最佳旗队的台北建国中学乐旗连队单纲 展现台日情谊及青春魅力 东京龙大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 它有着翡翠骑士的称号 在日本各地参与吹奏乐的大赛 报回多项大奖 也在去年参加了吹奏乐 这个吹奏乐的全国大会 与菊京都高校吹奏乐部共同荣获金赏的殊荣 所以相信他们在今年的国庆大会 一定也有更精彩的演出 我们都知道建宗的乐旗队 有40年的历史了 也是台湾第一支成立的美式室外行进乐队 不仅常在国内音乐比赛 屡获家机 他们在今年的7月 前往美国西维吉尼亚州参加比赛 以家之所在心之所向当作主题 然后也夺下了两个冠军 两个亚军的夹击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邀请建宗 在国庆盛会来演出 除了公布部分表演团体 今年国庆主视觉也首次曝光 将以国旗三原色红蓝白为主 透过平面构成立体的视觉效果 与弯曲柔软的线条 代表国人温柔而坚韧的态度 也带出台湾这块土地的永续精神 今年112年中华民国国庆日的主题是 民主台湾坚韧永续 那它的识别设计是藉由平面 构成的立体视觉的面向 然后弯曲柔软的线段 来代表台湾人民温柔而坚韧的态度 然后相互交叠延伸 带出台湾这块土地的永续精神 大家应该可以从这个logo上面 看得出来它蕴含着国旗的颜色 还有国旗飘扬的感觉 庆筹回秘书长 内政部次长花敬群也证实 国庆日当天还有包括 陆航直升机吊挂 与去年一样大的巨幅国旗飞越总统府 还有空军雷虎特级小组冲场 等空中表演节目 邀请大家国庆日一起来欢喜 祝贺国家的生日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